最近很多的部长 应该是过去都不曾到过奔赠等都不用了 这几天马不停的到这一个 算是一个旅游胜地吧 而且呢 他们都出手都非常的过去 那么三位部长下来 第一位这一个乡区发展部长 就一下呢 就给了230万点MPKK 这个居民员费 然后再给了126千做绿灯 总共就36万了 那第二个部长呢更加伟大 年轻有为的青年体育部长 一下就给了400万 我觉得每一个国会员去踏入国会啊 都是梦寐以求 如果有这个效率的话 一下子能够拿到6个Foodsafquad 再一个足球场 7个 应该是马来西亚见的时间 那个速度之快 再加上呢 他能够这么短的时间 那么马上去落实 这个真的是超棒的 第三个就是呢 我们的农业部长突然间醒过来 他是来自那一边 他住在那一边 一辈子在那边长大的 突然间发现到 做了18个月 我应该在我的家乡呢 做三个这个Jetty 所以就花了300万 单单这几天 就花了736万 想想我们那个有25个部门 政府首相还没 我应该在做三个月 就花了三个月